好的 接下来这套新闻呢 对你来说算福利啊 要说最近这个大热的韩星金兽贤 怎么那么多粉丝呢 你说呢 因为长得帅 而且呢 在电视剧《来自星星你》里面 她是有这个超能力的外星人 而且总是在这个女主角最需要的时候 她就出现了 对 女人总要有这些幻想的呀 就是她明明有拯救世界的能力 她偏偏就用来拯救你一个人 谁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但是电视剧和现实毕竟是两码事 我虽然很粉她 但我还是有这点理性的 那戏里她是很厉害还是没错 可是走出了这个电视剧 她还是这么火呀 看了接下去的这条片子 你就知道这个秀贤哥哥 确实红得没朋友 但确实红得有道理 什么 金秀贤又来中国了 你这一趟又一趟了 还真是来得够勤快的 旁人不理解 粉丝可是永远都像对待初恋一样有热情 千回百回地站在机场人群中 期待教授的身影 这回也不例外 来就来了吧 还带着伴手礼 手刺牛肉 冷吃兔 竟然还有烤乳猪 鲜花 气球 卯容玩具 吃穿用的一应俱全 真是恨不得把全部夹当都献给男神 她喜欢吃 她 不知道 尝尝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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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期待 教授终于现身了 虽然现身时间短暂 也没能拿到粉丝精心准备的礼物 不过粉丝的心意 秀贤哥哥可全收到了 谢谢大家厚爱 小生巨乡 有礼了 出场短短30秒 足足鞠躬 15下 平均每两秒就是一鞠躬 这感恩的诚意绝对能够达满分 都说得粉丝者得天下 明星自身的言行可得好好注意 向秀贤哥哥学习吧 秀贤哥哥也要不断进步啊 以后鞠躬可以变成每秒来一下嘛 娱乐星天地 教授你别甩着腰啊 编辑报道 是的 看你刚刚样的 就特别想凑到电视机里去 钻到电视机里 钻你钻出那是真子 好吧 希望你在现场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